经浙节气这一天吃梨 是北方的民间习俗 农民在经浙日要吃梨 意味与害虫别梨 首先用盐脱洗梨子表皮 盐能脱洗掉梨表皮残留的药物 把清洗干净的梨去除梨活 大家好,我是鲜艾蒙 去过糊的梨肉切成小块 梨子的这种做法 就服老一辈人这种传统做法 锅中加入一大勺清水 下入切好的梨块 下入一把清洗干净的红枣 下入一勺老红糖 这种做法都是老一辈人 智慧的捷径,代代相传 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种做法 盖上锅盖 锅中的水完全开锅以后 煮至25分钟 煮至时间到以后 打开锅盖 一道非常美味的红糖雪梨就做好了 吃掉里面的果肉 趁热喝掉熬好的梨汤 食材看似非常的简单 其实作用一点都不简单 解决了很多人的大麻烦